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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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今天要講的是 WiMAX 在日本有一個技術 跟台灣一樣就是WiMAX 然後這個也是UQiMAX 我記得沒錯的話它被AU買起來了 應該是說持股 我也不太確定是買起來了 好這個是NEC做的 等一下喔 我先把影片關掉 這是NEC所做的 而且還Made in Japan 真的非常的神奇 就是我相機 親拍看不到 然後這個型號是什麼 WM3500R 由於是因為出差 出差的這家公司 就是負責 安妥 所以它就直接給我們這台WiMAX 然後開了三天我們就都沒有關過 中途有幾次是連不太上線 但是 原則上還算是不錯 還蠻好用的 就蠻順的 那 我剛剛已經測試過它是 5MB 就是每秒下載5MB 然後 然後 上傳接近5MB 然後 我再衝射一次 好 給它看一下 跑一下 因為我相機 不是很好 看不太到 欸 在跑嗎 有沒有在跑 好像沒在跑 好 先把聲音關掉 我再衝開一次 稍等一下 好 那 它很有意思的部分是說 它 這個 這個 就是無線熱點器啊 它有提供兩種 WiFi的規格 一個是G的 一個是N的 然後通常 G的 比較容易連到 就是802.11G的 然後N的話 就是有時候會 有時候會斷掉 好 而且 有意思的是 它還可以支援 它還支援WPS 就是你在設定的時候 你不需要打密碼 你按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你在連接的時候 你就 按一下 就可以用 那可惜的是說 它只支援5台 就真的只支援5台 因為我 我的同事有 兩台 一台iPad 一台 iPhone 然後再一個 電腦 然後我再加上 我就點多 只能再多加兩個 我看 Speed Speed Test 重新試試看 看擺直的它會 好 測試 看一下這次會跑到多少 167毫秒 哇 已經跑到快10Mbps 那個 那個等級是10Mbps 10Mbps 12Mbps 12Mbps 好 跑出來是14Mbps 太誇張了 下載14Mbps 上傳的話是 上傳的話是 3Mbps 嗯 這個成績其實算 在台灣算不錯啦 理論上來講算是不錯 好 因為不清楚我等一下 等一下用拍照的 然後在影片裡面加上去 好 那基本上來講 如果你要想要 短期時間用的話 因為我不太確定它 升版方式 但是Winemax的確是 不錯的選擇 那台灣是不是 有沒有那個 漫遊的部分的話 這個我是不太清楚啦 現在 但是之前有聽說過 那以後如果可以漫遊的話 日本的話它可以到 14Mbps 蠻酷的 好 就這樣 Winemax就講到這樣啦 拜拜